好吃完东西很多人会拿着漱口水来漱一下 不过现在发现了这样的状况 有宝桥家品生产的欧勒比房住含浮漱口水 现在因为总公司在评管时候发现 怎么在当中含有微生物 总公司紧急通知各大通路回收下架 不过一早记者实地到商店来走一趟来购买 发现仍然是有厂商在贩卖的 而虽然这对健康的人体误害 但是对免疫系统比较弱的患者 仍然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 商店的售价牌上大喇喇贴着促销架 两瓶O2B漱口水只要199 不过这个品牌的漱口水早就已经公告 因为遭到微生物污染 14号晚间总公司已经通知各大通路下架 还有商店仍然在返手 我来不是要下架吗 真的假的是今天的哦 对啊 他昨天就跟你们讲了不是吗 不然我等一下帮你问看看好不好 店员一脸茫然 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系列的漱口水 已经被紧急下架 就是因为这一批漱口水 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生产线 部分批号的产品含有微生物 虽然对健康的人体无害 但是针对免疫系统较弱 像是囊状纤维化的患者 会危害健康增加感染风险 而加拿大香港中国台湾 都已经紧急回收 不过民众听了还是很吃惊 我小朋友有影响 那当然不OK啊 以后你会考虑用吗 不会 那昨天开始我们听见 我们的通路还有就知道了 多种希望它配合我们 下架和收这一款产品 总公司透过新闻官表示 已经通知各大卖场通路 全面下架 就算是空瓶 已经开封过的商品 都可以拨打专线退货 或是请专人回收商品退费 而至于台湾商品是否遭到污染 总公司还要调查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导